王者挑战者杯第一轮抽签结果出炉 采用全新的瑞士轮赛制 可谓看点十足 这次抽签其实看点最大的有两场 首先就是大家最熟悉的A技大战KSG 依安第一个抽签 抽取的位次完全是随机的 他控制不了任何事情 在KSG晚星抽签时 托米进行吃瓜群众本色 还真就让他给说中了 さん Bora还有C 就连张角也忍不住在评论息感慨了一番 缘分妙不可言 我想起了某首歌曲 一定是特别缘分 然后我还是比较期待这一场吧 然后看点十足吧 看点十足 另外一场关注多大的比赛 就是武汉E-Star对阵广州TTG 这两支队伍是21年挑战者为决赛的对手 如今TTG刚刚夺冠 E-Star还在寻找当年的自己 命运的安排又碰上了星 21年的对于我来说的一些东西 延续到23年 然后现在以我们一个非常强势的势头 来继续去挑战一下他们 哦 看看这一次跟他们交手谁的装得更好吧 值得关注的是 这次E-Star的花海和坦然荣誉归来 坦然和清清终于又交手了 最近亚运选手都陆续复播 在今晚十点 花海和坦然也将开始回归后的首播 神秘嘉宾其实就是托米 应该也会聊一些亚运集训期间的故事 以及后面对于挑战者为的期待 另外狼队的签位可以说是上上签了 抽到全国大赛的队伍WKK 实在想不到有什么理由翻车 不过瑞士轮赛制的特点就是容错率相对较高 输三场才会被淘汰 所以第一轮的对阵并不是生死战 大家都有输的资本 后面的每轮签运都很重要 低级别的队伍面对高级别队伍时 使用挑战者的祝福 说不定还有机会暴冷 是怎么发生的 这段点是从来 而它怎么发生的 我说不定的 可能也是